家常炒鱼片 大家好 我是庄德福 这次要来分享的是鱼肉料理 这是一道快炒的家常菜 菜名叫做家常炒鱼片 要怎么炒,才会肉嫩暖滑,香气浓郁,现在告诉你 影片烹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请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会尽快回复 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订阅、加分享,记得开启小铃铛 准备的食材有,鲁鱼肉一片,洋葱60克,红田椒60克,蒜头10克,姜20克,青葱两只 红椒切条状 洋葱切条状 青葱切小段,葱白葱绿分开 骨切成1克。 筋骨切成1克筋。 骨盐剩一 。 温度量生成品。 姜切片 蒜頭切片 魚肉切片 厚度差不多0.5公分 稍微有一點厚度不要太薄 醃魚肉,鹽1小時下來 米酒1小時 拌勻 用鹽和米酒 拌勻一下 抓出它的價值 這樣可以讓魚肉更結實 更Q 輕輕的抓,抓出膠質以後 白胡椒粉4分之1小匙切 蛋液4分之1顆 好,再輕輕的抓勻 抓勻 抓勻了以後 太白粉1大匙下來 好,再拌勻 拌勻 拌勻了以後 沙拉油1大匙 沙拉油1大匙下來 輕輕拌勻 下沙拉油的木頭 待會魚肉下鍋就燙 這樣才拌勻 才不會結整碗 拌勻以後 放旁邊備用 醃製5分鐘 調醬汁 白胡椒粉2分之1小匙下來 糖2分之1小匙 鹽4分之1小匙 醬油膏1大匙 米酒1大匙 雞骨高湯100cc 攪拌均勻 拌勻後放旁邊備用 炒鍋 備一個炒鍋開火 鍋子熱了以後轉中火 沙拉油3大匙起來 魚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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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 煎20秒 煎20秒 雞腿 頭洗 牛肉 20秒后翻面 翻面后再煎10秒 好,时间待了先把鱼肉盛出来 鱼肉盛出来后开大火 红甜椒洋葱下来 大炒15秒 鱼肉盛出来 倒出来后油再倒一大匙回来 再开火 葱姜蒜下来 葱姜蒜煎出香味的油 鱼肉下来 快速翻炒一下 拌炒一下以后酱汁下来 葱姜蒜的酒 葱姜蒜煎出淀粉 休 choke 下来 香油一小匙 再快速拌炒一下 拌炒一下油 熄火 盛盘 这样就完成了家常炒鱼片 美味绝窍重点说明 鱼肉用盐米酒腌制 肉质紧实更Q弹 葱姜蒜炒出香气 再加入鸡骨高糖 鲜味更浓郁 最后勾芡淋入香油 鲜香扑鼻鱼肉软滑超美味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